社區上道內氣急車呼嘯而過 甚至還有騎士不管耗製的向前衝 當立地長看的是心驚膽戰 因為這個地段經常發生車禍事故 這邊開通已經有10年了 剛開始的時候真的很離譜 一個禮拜大概有15件 15件的造勢記錄 那這裡有一些是古山的 古山的上下班的 還有外來的 要到壽山的 幾乎都走這個捷徑 因為道路寬窄不一 騎士經過路口沒有減速 就很可能發生交通意外 而下班時段車油量更多 里長就希望警方在交通尖峰時段 可以加派人力到這個路段巡查 讓民眾能夠減速慢行 減少意外發生 這邊造成很多車輛機車 他們的速度 速度的話都沒有辦法好好的掌握 那每天在這邊騎車 也是我們李明走路走的 也是提心吊膽的 我們現在就是煩惱 易搖輕軌 開通 馬上右轉的距離不到5公尺 一般騎車的騎士 我想很難因應 希望大家有經過這邊的騎士 希望大家都能夠減速慢行 此路段未來更規劃了輕軌路線 里長與李明都擔心未來 會有更多事故的發生 因此希望警方能夠加派人力 多加宣傳減速慢行並遵守耗制 來改善當地的交通問題 記者為國慶 潘文玉高雄報導